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近来雷厉风行 除了突击检查轻快铁的服务之外 今天轮到检查单轨火车问题 陆兆福指出单轨火车的乘客量 自2016年起就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有5列4节车厢单轨火车 自1月起就因为发生故障 无人维修而停止运作9个月 对此他将和国家基建公司 及负责承包的公司接洽 尽早修复这5列火车 好应付高峰期的乘客量 一共5列4节车厢的单轨火车 自2017年故障至今 就一直停放在仓库 从来没有运作 原因是国家基建公司和承包公司 Skomi发生法律纠纷 而导致没有负责单位 肯出来维修这些火车 对此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将在下个星期和这两家公司会面 寻求解决方案 尽快将这5列故障的单轨火车修好 我下个礼拜会召开一个会议 我会主持那个会议 Prasarana跟Skomi Skomi就在那个城堡上 大家一定要坐下来 讨论怎样来确保 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跟Skomi讨论过后 找到一个方案过后 如果大家可以同意有一个方案的话 那么我会回报给内阁 那么由内阁来做决定 那么到底我们怎样 要确保要选择哪一间公司 来做出这个维修的工作 陆兆福透露 我国单轨火车在2016年的乘客量 平均每天有7万人次 如今已经锐减至3万人次 乘客量减少将近一半 现在只有5列2节车厢的 单轨火车在营运 而这些火车都已经非常老旧 实在不足以应付 上下班高峰期的乘客量 陆兆福指出 除了和两家公司协商维修问题之外 国家基建公司也会在明年1月公开招标 寻找合适的公司来负责修理故障的单轨火车 NTP7综合报道